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向左忙的节目时间 春天都差不多到中间 夏天就到了 刚刚在拜英卫衣的清明节 大家都要拜山 所以向左忙就停了一次 我觉得其实对政府真的不满的话 就不要留在拜山之港 留在拜山之港 政府都不会听 所以我想今集最主要的内容都会说 其实陈某有一件和我们都挺有切身关系的事 想大家帮帮忙受 其实明天立法会门外会有集会 希望大家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们都看到在星期日的游行人数比较少 所以警方和政府就很得席 我希望大家在明天尽量抽时间去 其实我这几天在立法会门口吸烟的时候 都见到一个很不尋常的现象 就是很多类似警察的 看起来很像警察的人穿便装 好像有人导游 带他们在立法会周围看察的形势 我相信是警方部署的其中一部分 让他们知道环境是怎样 我觉得是很不尋常的 他们是否收到情报 有人要捣乱我就不知道 但警务署已经发出了声明 如果在星期三的示威 希望示威人士依法 否则他们会采取强硬的行动 我觉得警务署长这么说是非常不得体 你此时紧张是你的事 是吗 带警察去看地形 即是英属的地形 让他们能够更加熟悉 是你的事 但你无根无据就说 警告明天那些人不可以冲击 不可以阻塞交通 其实第一就是误导群众 希望那些怕事的人先不要去 第二就是抹黑参加示威的人 第三就是令到警方神经崩得很紧 你想想明天那些警察如何执法 他说不容忍 到底什麽叫不容忍 是否示威者一不听他说便要捉他 是吧 即是做到这个好像杀到尼 做到警方的风声鹤雷 前线的人很紧张 不可以错 我希望警方收回这些说话 如果你有情报 譬如说四五行动、社民燃 是有暴力襲擊的计划 你便公布 是否你说出来 你想它不发生 你不是想那样东西发生 我觉得其实 跟一般的刑事罪安是不同的 一般的刑事罪安 譬如你打劫雲行 你说明天在暴房 他叫人来打劫 突然打过 我们的示威本身 一直都会举行 我觉得搞到 好像警察国家 没什么意思 我看这个真行 都是不能做事的人 始终出事 那长毛的呼吁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星期三可以去帮忙 尤其是吃烟的人 因为明天 这个 烟民都会在门口示威 晚上四点钟 开始陆续聚集人 是反对政府 是大加烟碎的 就是这样的 但长毛刚才说过 可能星期二日 正在社民联搞集会人数 可能不太理想 但因为同时间 其实有一班人在长江中心 亦都搞一些活动 抗议地产霸权 亦都有一些人去 其实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抢麦事件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其他人是我助理 在港帝的抗议 就抢了麦 亦都是很大反应 你们表达意见的时候 可不可以 克制一些 守纪律 没什么好说 如果守纪律 克制 又怎能说 根本你 麦克制就交给 郑宇华和 达冠贵人 前果峰 在输入 解释他为何有加价 其实真的很离谱 港铁合并的时候 他拿个法例来 就有个长提 什么叫长提 就是法案内容 限制了议员不可说票价的问题 不可修订票价 只是他提出可加可減 其实郑家虎当年 也提过 有一个所谓票价的基金 不准说票价 就叫做发展基金 就是说地铁发展项目 即地产项目 赚了钱 应该撥一部分出来 拿来稳定票价 这个民建联 就否定了 否决了 现在民建联拨出来说 又说要整个票价稳定基金 是不是贬格都不堪 这班人 比起斩妖木面说更加贬格 木面说是什么 就是这样 因为某一个民建联的议员 就说成功争取 就是说 就是将这个木棉树 全清掉 令到这个空气好些 然后问他一件事就是 本身有那棵树的时候 一定是有这个木棉 但他竟然将清掉那棵树 的木棉 作为一种成功争取的一个口号 当然现在网民在此很耻笑 或者其实在此觉得 根本民建联只不过是在此不务正业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都抽水 还有第三个很严重就是 你其实是破坏环境 是 民建联的环保概念是这样 我那时竞选应该是04年 竞选的时候 就撞到他们一个其中的候选人 他就说争取了 这个 在东江水那里 是不让那些污租水下来 我说你这样争取是没有意思的 你为香港人做事 其实应该如果你争取 就是东江水的源头 他就说截住就可以了 那些不好的就不要拿下来 就是保证下来那里是 那时候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概念 第一 如果你民建联标榜外国 标榜外祖国 那你怎会任得祖国的人民仇苦呢 他们喝污租水 我们有钱给 就喝些干净水 我就邀他一脈 我说环保不是派 这个军庄水 保证香港人喝到干净水 我说环保不如你这样说 全部派屈臣屎水 不要做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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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屎水 就是水 津庄水 那你就搞定 蒸馏水就搞定 所以其实他们的概念非常差 不是环保 是人类可以饮用一些 比较好的水 我这个没有反对 但如果你说环保 未必一定是这样 我上个星期参与了 港大正式学会的活动 台上也有个民建联代表 清理民建联主席 他表现令我觉得 会否入民建联会开心些 他也是港大学生 应该他讀完学书 我觉得这位年青人 其实他是知道 好像民建联是不行的 所以他很希望 表现得正常些 即是继续 一个正常的政治 即是正常些 即是说的似上些 但他一说就失败了 是否说高铁 3秒KO 我常常说3秒KO 青年民建联主席 我不知网上有没有 应该网上有 因为我知道学会本身都有 顶上 我帮他们留意一下 你传给我 是一定会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还有我看到一个节目 是说陶杰和 油清源和其他人 嘲笑90年代 90后在友善的节目 我见到林辉没有什么反击 就是说不到话 其实很简单 90后的人的缺点 我们看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上网多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 没有什么受到挑战 所以没有什么自信 或者因为上网多 一个语言或者文字表达的能力 比我们差一点 很简单 成年人的语言表达好 那又怎样 全部是说大话 说大话 说废话 亂说 你表达得好 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不是说鼓励90后的人 不说话 或者是 但你要想想他们 看到整个社会的 畸形 起碼他有个意识 就是发现到社会有问题 他不会选择不出声 或者容忍选择去接受 即是他不想接受 我觉得几个 好像油清源和陶杰 嘲笑他有什么意思 其实是上一代做出来 你喜欢抽水 什么水都抽 咸水又抽 那你陶杰和油清源 就是能言善道 那你在信报和东方写的时候 写了什么垃圾出来 我没听陶杰很久了 你不要跟我说 是吗 是 很简单 我觉得你与其骂 90后 我觉得说得对的都没所谓 事实上是现实 就是90后的朋友 不喜欢表达自己 不想 或者不前于表达自己 或者做事的时候 不想做决定 这些痕患都是社会病 我们社会有病 性恋人有病 才搞成这样 是吧 就是 骂90后有什么意思 我昨天和我的学生吃饭 其实都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说 我不相信 每一个年代的年轻人 其实都是一些共同特质 譬如有 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其实在香港一个 成年霸权的社会 其实对于年轻人 其实都挺压抑 或者其实都挺看不起的 所以有时 很多时的90后 他做一些事情 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我们会用很高压的语言态 去压低他 慢慢他们的选择 真的不出声 我会觉得 我作为司长 反而是应该鼓励他们说 或者其实在说的过程里面 去帮他们 如何将文字表达 或者说话的态度各方面 可以有一些修正 其实也是成年人 做一些文化给他们 譬如我们说周海文化 电视文化 都是成年人做出来的 是的 他们就是吃那些东西大的 周海文化也是这样的 是的 是吗 无厘头 阿星仔和阿星爺 搞的无厘头 这些例子有新的例子 就是卖肉 卖事业线 现在是流行卖事业线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的经历就是 其实在六四之后 香港的社会很屈满 又有九七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不想想想 正因为真的做什么想想 发展了无厘头文化 和周海文化 就是说关心那些歌说的东西 就是八卦东西 八卦东西 色东西 吃东西哪里便宜 买东西哪里便宜 那些东西 那你做出来的 那你骂那些狗兽做什么 你成年人只不过是 你弄了些垃圾出来 被人吃 他自己吃了 不过吃了之后 因为他们在社会里面是 是 占有的 所以他去生命 他就买本周刊 买其他东西 发泄了他 就是他们那种 抑压是用第二种方式 表达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或者再来一段话题 刚刚开记录之前 都问卓梦 其实这一轮 无论是特区政府 或者北京政府 对于疑见人士 都非常神经紧张 甚至早阵子 把艾美美拘禁 我想 其实 由这件事上 都可以见到 其实 北京当局 对于疑见人士的打压 或者恐吓 根本一直都没有间断 我觉得其实艾美美的事 很明显是 所谓斗臭斗瓜斗倒 就是 中共共产党整人的经典 就是所谓斗臭斗瓜斗倒 就是第一摧毁你的人格 那摧毁你的人格的时候 令你周边的人 和你自己 对自己没有信心 跨了 搞臭你 搞到你自己也没有信心 接着就 斗倒你了 将你打低了 接着再踏上一脚 就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当然是 很常见用的 我们现在有时 在网上的文化都是这样 不知不觉受了影响 抹黑 就是 砌山猪肉 砌山猪肉 摧毁人家的人格 无根无缺港 你看艾美美这件事 就很清楚 当然他老爸 艾青是中共的三八干部 就是说 是长征之后的 即是 吸收立党 他也是一个私人 他也是因为 这个 受不住 1957年当时 做了右派分支 去北大方 又是斗挖斗道道 先 将艾青 好像这种 文艺工作者 一个大的私人 矮化人格 要你自己觉得自己没用 从而可能受到影响 或者半心半意 或者害怕 自己诋毁自己 服从 走到北大方 是不是 接着再踏上一脚 后来这样才是平反 是不是 那是否一样 很简单 但是 在反右的时候 从开始还可以互相拼搏 两拼 即是在《帖大字报》的时候 老毛说 引蛇出动 这个是阳谋 是那段时间 之后 就组织大部分 就拘捕了 像林欣宁那样拘捕了 你批判他 都没法回答了 林超或者所有的 大的右派分子 都没法回答了 现在艾未未也是 是的 如果就算艾未未 他现在用一个旁门阻道的方法 就说新华社发稿 就说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新华社怎能得到的消息 就是看网的 包括冯小刚这些 笨人 文人相兴 可能冯小刚说的东西 都不顶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冯小刚和艾未未之间 我们怎知道 但是很虽不虽 冯小刚就是 当艾未未被拘捕 他失去了自由才出来说 是不是有病 他落井下石 你为什么不一早就说 既然艾未未是劣跡斑斑 为什么中共 或者好像冯小刚之流 你不一早就说别人 让别人失去了自由才出来 湊热闹说 让别人没办法回答的时候说 这个很明显 文革也有用 先拘捕你 然后先说 你好像 刘少奇 王光美 陆定一 即是文革最初 落台的那班高港 都是拘捕 已经找公安拘捕了 交给中央文革小组 或者中央文革小组 叫红卫兵 突然间去人家 抓了人家之后 然后才批判人家 竟敢生猪肉 接着那个叫做 逼供信 逼供信的意思就是 第一 就是要你周围的人揭发你 所以就越来越多冤案 譬如捉了长毛 他就问你 平时有没有见过他做的壞事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也有问题 你就去审查 所以 现在中共对艾美美的方法 艾美美在国内的口碑 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认识他 他是做艺术的生意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也没有隐瞒过 现在你又找冯小刚出来 说他示威害怕 叫冯小刚不要告诉别人 又是抄袭 又是经济犯罪 他也不认识他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 这个 斗臭斗夸斗倒 踏上一脚 这个是逼供信 抹黑 这个很典型的手法 艾美美现在都没有回答 你说什么都可以 如果在第二个国家 艾美美即使犯了这个罪 除非他有一个嫌疑就是 他会出来骚扰那些证人 或者消灭罪证 是不是 如果不是都可以保释 什么是这么大罪 保释的时候艾美美可以说 传媒能不能登 是传媒的事 是不是 现在艾美美被抓了之后 你就在那里说 这个是非常之 拙劣的做法 但是我看得这件事更加深 我觉得 赵连海是最擅长的人 赵连海出来说了 但是很多人觉得 他说你说完之后 你又突然间软化 其实你要明白 赵连海做了一个黑幽默 是不是 他初头屈服了 又出来说 原来共产党欺骗他 接着又说了很长的说话 即是录影了 然后突然间 第二天又被公安叫了去 接着他又不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我赵连海怕 我怕死了什么问题 一个政府要人民怕死来说大话 政府才可耻 怕死不是可耻 是要人民怕死 反乘地怕死 所以你任何一个 懂得思考的人就是 赵连海在他的家里錄了这么长 他抱着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在怀中 一个子女在怀中的父亲 是不会说大话的 是吗 不会的 第二他说了十多分钟 他现在几个次就说大家不要再吵了 其实实际说 这是优了中共一幕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中共到今天为止 都不知道是否正式起诉 艾薇薇 应该要起诉 否则就要放人 过了七日 现在又不用理 我觉得非常之 艾薇薇 这件事令人看到 中共的非常之 文字玉和株莲的手法很厉害 文字玉和株莲 其实谭作人 这个受审 即是四川一位学者 一位大学的副教授 查豆腐渣工程的死烂者名单 被人告的时候 艾薇薇是出庭作证的 原本是辩方证人 被公安掌嘴打 这样也可以 所以其实 现在有网上流传一段 就是艾薇薇其中一位女性的乙工 又被公安斗口斗面 恐咬她打她老公 要打电话 抢了人的电话 要上厕所不让人去 黑社会 即是不刁面 民建联通常说 我们的国家是这样落后 阿哥 你试试在香港 叫你的街坊等下 他不拆掉民建联 你试试街坊 被人拉到集差房 被人这样对待 香港是这样的 你试试 是吧 这些我觉得是非常之 做共产党的狗 也挺麻烦 因为 共产党突然间 反而咬人 即是大狗咬人 有颠狗性的小狗 真的没办法不咬 眼吃一招 也不是 眼吃一招 没办法 所以艾未未这件事是看到的 另外也观察到其他的 我觉得可能涉及一些政治的斗争 你看回整个问题 固然艾未未本身 他的家势是 中共的三百干部 即是层次都挺高 其实比胡锦涛的层次更高 是吧 很简单 为什么会拍到呢 其实 赵连海 一定是受管制 保外就业 根本上是受管制的 而且 如果乱讲 可以拿回去 可以拍到 被有线登堂入室 是吧 有线登堂入室 那你 高英 即是美国老母 又是苹果也采访到 苹果的记者 一上来就能捉 因为他没有采访证 所以来去治愈 很明显是有人 看不过眼 或者不想负责任 其实高英 就对着镜头说 其实 当今的天子 胡锦涛 未坐正前 都在做副主席的时候 是曾经去过他的家 就说 你有什么事 我们会照顾你三代 有什么事直接找我 很简单 免死金牌 胡锦涛根本就跟艾清是没有私交的 是吧 即是年纪差太远了 高英 也都不认识他 那谁叫他去呢 那一定是 他高级的人 是吧 要不就 江泽民叫他去 要不就邓小平叫江泽民 叫他去 是吧 我想邓小平的机会也有些 因为邓小平是反右办公室的主任 整错了很多人 他除了有五个人 永远不翻案之后 其实都翻了案 虽然他说 其实当日 反右运动很有必要 但是 我相信他对很多 给他整过的人 都想表示一些 一些协议 可能就是 邓小平叫江泽民 叫胡锦涛 或者邓小平 叫胡锦涛 当然 因为邓小平是阴定这两位 二皇帝的元老 现在 高英出来说 我现在找不到胡主席 胡主席说过不算数 你一想就是 不算数 即使现在的人 是不给以前的天子 即是那个做王者 那个协天子与领春后的邓小平 也不尊重这帮元老 这帮元老 不受尊重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元老的子女 可能不受尊重 其实就是 矛头直指 江泽民和胡锦涛 如果胡锦涛 曾经说这话 为何不出来 所以这个政治斗争 是非常复杂 因为 蛛丝马迹来说 可能 艾薇薇本身都不想牵涉入 这些复杂的政治斗争 可能他认识某些人 因为他认识太子党 是吧 但现在牵涉上去 你看到很清楚 所以中国的悲哀就是 可能你得罪了权贵 要死无葬身之地 亦都可能身不由己 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是吧 其实没有人知道 究竟他是得罪了最高的人 还是得罪了某班人 被人搞 现在很明显 如果拘捕他是不对 的话 他是周永康的负责 周永康就是江泽民和曾慶雄的人 就是矛头直指 不是太子党那班人 很简单 所以你说很悲哀 就是中国一党专政之下的群大政治 是吧 非常之恐怖 官僚政治加群大政治 是吧 这个也都 你在香港也看到了 是吧 就是当特首 快要选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些群大政治和帮派政治 是吧 一出来 是吧 有些人是否都将这些东西 都折到唐英年的臉上 是吧 是吧 梁振英又假假地又谴责一下 是吧 是吧 所以你奸到外面 你看到现在 整个政府的团队 思考级官员已经冒气沉沉 只有在下一届 想着投靠主人 是会用到的 或者是踏通天地线的人 才会精神蓬勃 很简单 林碎了 就是踏了阿爺那条线 因为他是做政制及内地 现在还兼在台湾 那份勤 是吧 那份勤大陆的强人多 所以他 这个通完波仔之后 就立刻上班 就是说给大陆那帮老人听 我就可以的 我真是仆心仆命的 我还做得的 是吧 他们还给我们看 他真的跟我们说 他是看电视的大陆那帮老人家说的 他认识的 你看到林郑月娥 曾行权委任了他之后 有钱的服务得这么好 又有强柏 又有土法 这个不是这个 事件局 完全是为这个 财团在市区擠多些地搞的 接着还未够 还要在郊区那里找几个大地 六大陷家产业 说来说就是地 你叫林郑月娥 说打得 其实他就是专是为地产商和银行家做事的人 是吧 银行班另一面 是吧 就是陈德林 任志光这班团伙 是吧 曾荫权 尤其是一班团伙 你看看香港搞成这样 怎么搞 是吧 这个房屋的问题解决不了 大财团壟断的问题解决不了 银行家压完一次又压一次又解决不了 那怎么搞 是吧 你看搞这个最低工资 这个做什么张建宗 曾荫权不做不行 是吧 不做不行 不断肤衔了事 嘻嘻做 嘻嘻做 是吧 焦俊差几亿都不做 是吧 鬥气 是吧 又鬥气又啪 又不理 是吧 你看看 现在搞到有牽延大波就是这样 是吧 你公事上限 是吧 反中钱 又不敢说 是吧 那是没办法的 你又不肯立法 所以看到整个政府在一个 权力斗争的船窩 和树倒湖宣散之下 他必须有为香港人做事 所有要欠慰于未来的主子 包括共产党和将来共产党垂清的新的统治集团 全部现在都做些事 是为未来着想 就是利益他们 是吧 是吧 实际的利益 或者 和他们出口气 你看他们 对示威活动 现在 如狼似虎 是吧 由口到手都是这样做的 是吧 所谓毛主席说 是吧 没有装到牙齿 是吧 是吧 就是令他们 是喝红酒的时候 涉粉 是吧 就是 杯盘交叉 真是做得好了 这个林郑娥真是做得好了 是吧 整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这里讲 这个是国家机器 是吧 就是 这个政府的内阁肯定是国家机器 是吧 就是很清楚 是为了这个 那群有钱人去统治香港 进行这个压制民间去管治 是吧 这个很清楚 阿长毛刚刚刚说了很多 就是国内政治局势变化 胡温就是落台 特区政府也就是落台 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这个 曖昧不明 或者其实就是 想更新好的就开始做一些通关工作 不务政业等等 你觉得其实 现在一些 不计计一些 譬如说比较对政治关心的市民 不计计一向参加示威游行的市民 一般市民其实 他是不是根本 现在是连 知道上心口都不知道 不是 香港一般市民感老而不感言 很 很无奈 无奈 无奈当然是一种毒药 他就是很退桑 很退堂 很憎恨这个政府 那些路火发射不到 新移民 现在就发射到更差的人 或者比较更加好的人身上 这个所谓真人富贵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所谓小市民的市贵心态 是吧 派钱给新移民 又不是一个灵和游戏 政府又没有说过 我只有1000元 派了给新移民 你们就不见500元 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增新移民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社会这么不行 就有新移民在 这个其实就完全不通 是吧 你说新移民怎么会拿到你这些 新移民是会拿一份工来做的 但是拿你那份工来做 是因为老板仆街 因为勞工没有保障 他才可以用更加便宜 做更加长的时间 来拿你那份工 所以归根结底 不是新移民拿你那份工 是那个无量老板 令到新移民可以拿你那份工 他叫他做长一点 做长一点的时候 变成我们的就业机会少了 或者新移民宁愿便宜些做 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要钱生活 所以他便宜些做的时候 那你怎样可以怪全新移民 这个就是完全是 近者香港大部份的人 都是新移民 就是我们的上一代 可能全部都是新移民 是吧 所以其实将那个 露气或者不满发泄 在新移民身上 某个程度来说是罗夫 我认为 刚刚上海伯有帮罗夫出来示威 但是 那个罗夫就说自己不是罗夫 但是 他又觉得 说了一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我不喜欢政治的 不过看不过我精彩而已 完全我会觉得 哇 就是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心 就是打了心 不是 他看不过眼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他的问题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新移民 他接受了一样 新移民对香港社会没有贡献 所以他不应该拿钱 那问题就是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觉得 新移民本身来了 已经有事实的时候 如果我们社会是要针对贫穷 和隔代贫穷 去做事的时候 为什么不帮新移民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从政策的目标来说 他们就是最穷的一群 所以就应该接受援助 其实你这样说得的时候 就是如果大家 是用这个角度去想 就是你的社会有什么贡献 为什么你要拿钱 其实李嘉诚一直跟我们这样说 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你不会贡献 我觉得李嘉诚问我们 你有什么贡献 为什么要住房子 为什么要有层楼 或者 你现在可以说 你们没有钱就算了 为什么要派钱 为什么派给他们 自己劲力点就找到 一样而已 如果你弱势的人 去歧视弱势的时候 将会有一个 自己以为或者实际上 是比你更不弱势的人 同一个逻辑 但是政府现在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市民就不会打击政府 现在打击就是新移民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 泛民主派 一直以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论述 就是说泛民主派 没有错 是会在方方面面 有时都反对政府 但是论述是不太清楚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说不通过财政预算案 这些逻辑也很奇怪 当我说最低工资 28元不应该接受 33元才接受 很多人出来说 这个政府这么坏 你淘汰了他 他不给便更坏 现在你在财政预算案 怎样解释呢 你淘汰了他 那些市民就想 那些政府这么坏 六千元到后都不要 一样的 所以做事的事情 第一不能够 整天纯粹看 所谓普通人的想法 是吧 我们当然要 自知再念就是说 他们的利益要照顾 但是有些事情 他想错了 你没有理由同意他 是吧 所以其实今次 当泛民主派 是提出说 因为你没有长远的承担 所以我不收货的时候 唯有反弹 是吧 这个建制派 又拿回同个理由 这帮人是乱搞的 是吧 有钱都不想拿 那我搭的士的时候 撞到的士司机 他说泛民主派的 涌等 那都问过 我们千万不要 如果不是 就很麻烦 拿不到 我现在都在挣扎 到底应该支持法文 我解释给他听 我第一 根据票数来说 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影响 我们现在只是为 香港人发声 无论 都说议会外 议会内 肢体抗争 公民抗命 冲击 自由淡定地说 你这里做节目 去 下区做宣传 调看权贵 其实都是想 希望香港人更加明白 所以 这个 明天的 有关财政讯外面 我希望泛民的表现是好些 不要有太多的顾忌 你又不想承认是反对派 反对派是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 反对些什么 反对的东西 怎样对香港人有益 你要说 迟早也要说 这件事 是吧 你又不想认做反对派 所以人家对方给压力的时候 你便震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民主党 地铁私有化 他也贊成 这个 领会 他也贊成 一筆过撥款 他也贊成 全部现在都看到是过去无从 现在才说抱歉 有什么用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香港的反对派是 需要考虑的地方 你不能够 当群众是阿斗 一事一样 投其所好 其实最后他抛弃你 不是你抛弃他 当他们的意识 是长期 是不想事 只是顾着 刑头小利的时候 他始终会放弃你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 香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就是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泛民主派自从民主党 变截之后 其实你会看到 民主党是不会 很大力地打击 政府的威信 是吧 他说真正华要下台 其实是 虚放一招 他不会真的 跳海也是假的 当然这个公道这么说 很多做这些事情 都会 好像行为艺术 那样做 这个我又不会太过 心怪他 最差就是绝食 就是绝一日 或者接力 那些都不能 因为绝食的意思是 自残身体去 令到社会感受到那种 犧牲做出来的压力 对吧 公民抗命是一样的 公民抗命 113个普通人 和23个泛民主派的议员是两回事 如果23个泛民主派的议员是公民抗命 是要争取全民退保的话 政府的压力当然是大 因为他拘捕了23个立法会议员 其实是很可笑的事 因为议会已经是认为要有全民退保 而在一个畸形的政制下 这班人变了少数 他反而要犯法来 将写民意和逼政府做事 当然他的压力很大 我觉得公民抗命就是这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公民抗命有几点原则就是很重要 我之前说过 第一就是你是有意识的犯法 你愿意接受这个惩罚 你会为自己身边 你是令到牺牲感动其他人 第五就是 你是会令到越来越多人参加这个抗命 五大原则一定要有 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在现阶段和警方有太多的肢体冲突 是不致的 刚刚你提到公民抗命 香港有一本通式科的教科书 他讲到公民抗命其中的定义就是不犯法 我听完之后 我说 为何公民抗命 六到中学的教科书 会搞成这样呢 如果不犯法是公民抗命 公民抗力非暴力就会有 即是不会轻易使用暴力 因为抗命本身 如果使用暴力的时候 便是少人的抗命 这其实是有几个原则 因为如果你要用暴力去去的时候 暴力本身在那时候用对不对 不是外套的问题 如果作为公民抗命使用暴力 其实是不会有效的 为何呢 你是要用你的非暴力的抗争 令到有暴力的人难镇压你 以及镇压你之后 他不能自圆其算 所以其实这个是 中国教科书也是这样的 拿本来看看 刚刚之前有人引用过某个出版社教科书 说公民抗命是不可以触犯法律 但问题是公民抗命其中一个重要目的 公民抗命未必一定要触犯法律 未必一定要触犯法律 但大部分会触犯法律 因为公民抗命的意思 一个不合作的运动 不听政府讲 政府会执法 所以有很大机会犯法 而且你是要逼他 一些不合理的法律 其中一个目的 或者他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或者一个错误的决定 总而言之 公民抗命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段 我觉得做的人 是要比较清楚自己做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要对方牺牲 而是牺牲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爱因斯坦说 阿金帝很傻 如果你在印度就行 因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 是不太稳定 也有一个英国的国会 他太残暴不行 所以他不能够杀光你们 如果你在德国做公民抗命 那就对了 纳税党根本不用到处找 已经捉了你 所以公民抗命 是一个比较 要讨论的策略 不是随时可以用 第一 整个社会 一般来说 政府不应该濫用暴力 是这样才行 或者政府很明显 有能力去做某种改革 而不做 我想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好了 因为见到Apple 已经圈我们 或者我们的讨论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够了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